一连三天,他们都是这样过的,每到饭点,那个女人就会进来给他们送饭,每顿都是馒头。 房间里有个水壶,渴了会有水,还有一个檀鱼,想要上厕所,他们就必须在房间里解决,房间里充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。 说白了,除了这个房间,他们哪里也去不了。 三天了,男孩子每天都会跟沈青岚说话,沈青岚虽然很想回家,依旧害怕,但是心里的害怕也渐渐消遣了几分。 现在我们还出不去,等到可以出去的时候,我想办法让你投走,你去找警察叔叔,知道吗? 这是男孩子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,沈青岚每次听了后,都会乖乖点头。 沈青岚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小洞,很小,从这个小洞里可以看见隔壁的房间。 隔壁房间里,有床,似乎有人住,每天晚上,那个房间里都会发出奇奇怪怪的叫声,恩恩啊啊的。 总是一个男人,喜欢趴在一个女人的身上,然后在那个女上啃啊啃的,然后那张床就会晃动,要很久才会停下来。 他就是晚上听到了奇怪的声音,才发现了那个洞。 沈青岚以为,这个男孩子会陪他很久,可是没两天,那个男孩子就被人带走了。 那些人想要带走他的时候,男孩子不肯走,挣扎着不愿意走。 沈青岚眼睁睁地看着,他们拿着一张手帕,捂住了那个男孩子的嘴,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被带走了。 从此以后,沈青岚再也没有见过他。 那个说要保护他,归帮他逃跑的男孩子,就这样消失在了他的生命里。 与那个男孩子一起被带走的,还有其他几个男孩子和两个女孩。 房间里只剩下最开始来的那个女孩和沈青岚。 沈青岚很害怕,从那个男孩子被带走之后,他就很害怕,他想回家,可是他逃不出去。 门被锁着,这个房间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,很高,他哪怕踮起脚尖都够不着。 隔壁的房间里,每天晚上依旧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。 沈青岚都已经习惯了,他躺在稻草上睡觉,这些日子他都是躺在这里面睡觉的。 稻草很不舒服,而且还有小虫子,总是咬他,他的身上被咬出了好多红色的小疙瘩。 沈青岚睡得很不安,当房间门被打开的时候,他就醒了,他惊恐地看着近来的高兽男人。 哟,小乖乖,醒了啊,要不要陪叔叔玩一个游戏? 男人的视线停留在沈青岚稚嫩的脸上,一脸的垂涎。 当时的沈青岚并不知道那个眼神代表了什么,他只是害怕地往后退。 受男人搓着手,嘿嘿嘿,小乖乖,不要怕,叔叔跟你玩个游戏而已。 沈青岚摇着头,不断地后退。 另一个女孩子也醒了,只是木然地看着这一切,抱着腿,躲在角落里不出声。 这时,那个女人进来了,拉住了那个男人。 老三,能不能改改你的性子? 这些人都是留着卖钱的,被你糟蹋了,还能卖出去? 被称为老三的男人,呸了一声。 推,都是些赔钱货,还不如给我玩玩。 女人拍了一下老三的手,力道不清,指着沈青岚。 这个不许动,老大说了,这张脸是这匹里最标志的,他还指望着能卖个好价钱。 你要是毁了,看老大怎么收拾你。 老三撇撇嘴,看着沈青岚,目光惋惜。 哼,不碰就不碰呗,那另一个总可以吧? 反正都半年了,也没有卖出去,砸在手里也是没钱的。 女人已经知道这个老三的性子, 反正那个小女孩也卖不出去的,所以这一次也没有反对。 老三朝着那个女孩子走了过去, 女孩木然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害怕的表情。 不要,不要过来! 无视女孩的尖叫,女人直接走了。 走的时候还不忘吩咐老三,走的时候把门锁好。 老三敷衍地摆摆手,把女孩一把拖了起来, 拖出了这个房间,然后门砰地关上了。 沈青岚快步走了过去,却听到一阵钥匙转动的声音,房间门被锁上了。 沈青岚退回到角落里,安静地坐着,双手抱息。 不一会儿,沈青岚就听到了隔壁传来女孩的哭声。 她慢慢地挪到了那个小洞前,往里面看了一眼。 女孩子被瘦男人拖到了床上,害怕地后退,一直退到了墙角,会无可退。 瘦男人搓着手。 哼,虽然你没有小乖乖长得漂亮,但是脸蛋也算看得过去,本来我也不想碰你的。 但是谁让半年了都没有人要你呢,现在陪叔叔好好玩玩,等叔叔满意了,叔叔就给你吃好吃的。 瘦男人一边说,一边脱了自己的衣裤,很快,身上就只剩下一件内裤。 女孩想跑,但是这个房间也不大,她的力气也没有男人的大,她又能跑到哪里去呢? 很快,她就被男人按在了床上,男人撕扯着她的衣服。 沈青岚看见男人像以前那样趴在了那个女孩身上,不知道啃着什么。 女孩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喊,那样的惨烈叫声,听得沈青岚心肝一颤。 她用手捂着自己的耳朵,不去看,不去听,躲在角落里,身子轻轻地颤抖着。 可是即便这样,大床的支歌声和女孩的哭喊声,依旧钻进了她的耳中。 过了好一会儿,隔壁安静下来,沈青岚小心翼翼地挪到那个小洞前,往里面看了一眼,她想知道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。 可是,在房间里,她并没有看见那个小女孩。 不一会儿,门口传来了钥匙开门声,沈青岚连忙躺下装睡,门被打开,一个身影像是破布一样被人丢了进来,扔在了地上,发出喷的一声响。 房门很快又被锁上,沈青岚悄悄地睁开了眼睛,借着窗口投进来的月光,看见了那个女孩。 她躺在地上,一动不动,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,身上甚至连一件衣服都没有。 沈青岚很害怕,她想哭,可是,她不敢,怕把那个可怕的男人引来。 她小心地挪着步子,爬到了小女孩的身边。 小女孩紧紧地闭着眼睛,脸上全是泪痕。 借着月光,沈青岚看见她的腿上似乎还有血迹。 她害怕地后退了几步,一动也不敢动。 她就这样坐在女孩的身边,一动不动地看着她, 一直到身体支持不住了,才躺在地上睡了。 早上醒来的时候,女孩子还是没有醒,保持着昨晚的姿势,天光大亮, 女孩身上的伤痕看得比昨晚更加清楚。 她身上到处是清清紫紫的痕迹,尤其是她的身下还有一大片血迹。 沈青岚害怕地尖叫一声,门外传来一针骂声。 叫什么叫?一大叫叫魂呢? 很快,门被打开了,女人走了进来,看见屋内的场景,皱皱眉。 这个该死的老三,叫她悠着点悠着点,又给我搞出这种事情。 她看了一眼沈青岚。 给我乖乖呆着,要是该乱跑,我就把你打得跟她一样,听到了吗? 沈青岚害怕地点点头,女人这才满意地,厌恶地看了一眼女孩,走了出去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进来一个衣服模样的人,带着那个女孩走了。 女人进来打扫了一下地上的血迹,顺便扔给沈青岚一个馒头。 这个什么时候送走? 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走了进来,沈青岚一眼就认出来,这个人就是把她抓来的那个人。 女人跟着进来。 老大说已经联系好了买卓,就这两天了。 尖嘴猴腮的男人点点头,又对女人叮嘱道。 哎,看着点老三,这个价格很好,老大已经收了定金,不能让老三动。 明白,我会看着他的。 尖嘴猴腮的男人满意了,走了出去。 沈青岚躲在角落里,双手抱息,低着头一动也不敢动。 他再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子,是在两天后。 这两天,因为房间里只有沈青岚一个人,而沈青岚又很听话,不哭不闹的。 从进来开始,他就没有哭闹过。 女人对他的看管也放松了一些,甚至有一次连门都没有锁,只是关上而已。 这一天,门再一次没锁。 沈青岚看女人走了,没有回来,悄悄地走到门边,打开了房门。 他没有立刻出去,而是小心地探出头,看了看,发现没人,才敢再出去。 这里是个很大的院子,墙很高,至少在那时的沈青岚看来,高到看不见边,只能看见头顶一片天空。 那一天,天气很好,阳光很明媚。 他小心地挪动脚步,想找一个出口,忽然耳边听到一声声嘈杂的说话声。 鬼使神差的,本来往前走的步伐,转了弯,沈青岚朝着身影那边走了过去。 声音是从一间房间里发出来的,房间门大开,沈青岚挪到了门边,小心地往里看。 里面有三个人,女人,尖嘴猴腮的男人,还有那个好像医生的人,地上还有一个,是那个女孩。 三个人的注意力都在女孩身上,根本没有发现沈青岚。 我们确定要这么做吗? 不然还能怎么办?本来长得就一般,现在还被老三给谁还会买? 现在难得有人愿意要了,不赶紧出手,还留着当祖宗共吗? 乞讨而已,也不用把他弄残吧,我们还是…… 别忘了我们是做什么的,现在来跟我讲良心,你不觉得可笑啊? 我不是这个意思,我是说,能不能把人直接给他们,让他们自己动手。 我们来动手,这个……我们毕竟也没干过呀。 说话间,看着那个医生模样的人,医生男点点头,从一边拿起一把砍刀,刀身光泽,很锋利。 他走到女孩的身边,将她的衣服撩起,露出她的两只胳膊,手起刀落,两只手掌与身体脱离。 血瞬间喷洒出来,流了满地,女孩发出了一声惨叫。 女人似乎不敢看眼前的场面,转过了身,这一转,就看见了门口的沈青岚。